5月18日 陈飞一公排名曝光 谢娜获得第三名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刘逸云获得第一名时 很多姐姐都上前与她拥抱 可见她的人缘还是非常不错的 据悉 刘逸云是韩国女子组合成员之一 与宋健还是队友 担任过创造营2021发起人 刘逸云的实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陈佳华171票排在第二 算是众望所归 谢娜排名第三影真夜 自从谢娜参赛后 王上的争议不断 这次谢娜排在第三位 她似乎并无意外 谢娜表示 前进了一名非常感谢大家 最主要的是自己能够当创始人 看到我的每一位成员坐在安全的位置上 这才是最欣慰的 谢娜还表示 希望自己每一次公演上都要做成这样 我会努力加油的 孙悦还夸赞了谢娜 真她非常棒 对于谢娜获得第三名 很多网友并不买账 甚至有人调侃她什么时候淘汰 说起来 谢娜组一公表演的龙权并不是很好 尤其是她在舞台上用力过猛 被不少人吐槽太过油腻 即使拿到高分 也印发了网友的不满 对此你怎么看呢